关注全球疫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的是另外一个全球头条 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组织的这波中途越演越烈 周日进入了最血腥的一天 以色列朝着加萨走廊连续空袭 42个人被夺命 以色列轰炸了整个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大楼 引发国际哗然 以色列总理为轰炸辩解表明大楼里面有哈马斯的成员 不过轰炸前说已经通知疏散 加萨走廊的孩童占人口的48% 这也导致以色列拼命空袭加萨走廊的时候 儿童伤亡比率非常高 现在已经有55个小朋友丧命 以色列的飞弹精准命中位于加萨走廊的移动大楼 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眼睁睁看着办公室倒塌 以色列军方在发动攻击前一个小时 已经通知大楼人员疏散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冲突 进入第七天 周日是最血腥的一天 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由北到南进行空袭 造成至少42人死亡 以色列炸毁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大楼 也引发国际哗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立刻出面为轰炸辩解 冲突爆发至今 加萨地区的死亡人数累计188人 其中包括55名孩童 一名六岁的女童被埋在瓦利堆下 7个小时才获救 但她的母亲和4名手组全数罹难 以色列也空袭了一所难民营 一名五个月大的男婴 在爆炸当下被抛出屋外而获救 但他的母亲和4名兄弟姐妹全数罹难 根据统计 西岸与加萨走廊孩童人口占了48% 这也是这波冲突中 孩童伤亡比例很高的原因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 发射3000多枚火箭炮攻击 周一以色列又朝加萨走廊 投下80枚飞弹 主要锁定哈马斯首领的所在地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没有停火的意愿 以巴全面开战的危机升高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日为此召开会议 但是在会中以巴代表互相指责 对如何化解冲突没有结论 巴勒斯坦人在全球各地 发起抗议以色列的示威运动 希腊雅典的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 警察最后以水柱驱散民众 美国总统拜登也致电那台雅胡 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劝说 但效果似乎有限 主要还是加萨走廊的实权 掌握在哈马斯手上 哈马斯坚持不休兵 以巴冲突还看不到趋缓的迹象 TVBS新闻总和报道